随着气温升高导致海冰不断的消失 北极熊是越来越难找到生存所需的食物 而目前北极熊也被列为异为物种 因为它可能到本世纪末就会濒临灭绝 根据新的研究表示 北极熊靠海冰来捕猎海豹 海豹是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 但是随着气候变化加速了两极温度的上升 冰层的面积一直在减少 使得北极熊很难留在冰面上猎捕海豹 研究指出 虽然北极熊可以进食数月 但要取决于透过提前进食而储备的能量 它们在进食过程中消耗的能量 以及进食期持续多久 研究人员承认 目前还不清楚北极熊能忍受进食多久 才影响它们的繁殖能力或个体死亡率 但研究证实 在至少两个区域的北极熊群体中 长时间的进食 已经对它们的身体状况 繁殖率和群体规模产生了负面影响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说法 在2020年 北极地区变暖速度 是工业化前平均气温的两倍 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低的海滨水准 9月在夏季的融化季节之后 与1979至2019年的平均值相比 海滨减少了50%以上 英国气象局近日公布的一项分析发现 由于人为气候变化 长时间的热浪发生的可能性要高600倍 但最近的研究也发现 只要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对于拯救北极熊和北极环境 还是有希望的 中天中望 胜利报道